终日还是出手了 中国当作全世界的命 一记重传砸向以色列 巴以冲突将迎来转折 大家好 我是廖卓斌 近期以色列相当肆无忌惮 公然空袭也闷和台的 福塞武装目标 这一过激行为 引起了外界的强烈不满 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请责 就在这一敏感时刻 中方也看不下去了 不再灌着乙方的恶行 当作全世界的命 将一记重传砸向了乙方 据报道 近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中方代表发言称 这是紧张事态 表明加杀冲突外衣的影响 不但家属 中方对此感到担忧 军事手段 不是解决问题的除楼 这只会让本就相当艰难的局势 进一步复杂化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 保持可制冷静 以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为了避免一场 有可能会吞噬整个中东的巨大浩劫 中方呼吁一切有关各方 要顺应国际社会达成的 涯导性共识 一同推动加沙 离击实行停火 中方登出以色列 全面罗斯 灵活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尼克停止 对加沙平民的惩罚 离击停止在加沙的所有行动 与此同时 有关键影响力的国家 要加大对乙方的施压力度 努力为平息加沙战火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了更好解决巴以问题 此次中方代表还特地提到了两国方案 中方指出中东地区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 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挪使两国方案 中方对乙方不但侵蚀两国方案的基础 感到相当担忧 近期国际法院查出了咨询意见 其中就认定乙方一致占领 巴方的领土的行为 违反了国际法 乙方有义务 离合杰出对巴方领土的占领 中方支持巴方早日实行独立进国 并期待国际社会 以国际法院法区的执行意境为指导 为加快实行中东地区持久 稳定核心不但供性力量 幸于今 针对以色列越来越过分的行为 中方也是罕尽地修巴以问题 表明自己的立场 并开始出手收拾乙方 以此对巴勒斯坦予以深远 在中方看来 以色列必须要顺应时代的潮流 同意用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 以此让中东地区恢复和平 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 随着中方开始站出来 为中东紧张局势发生 乙方必须要收敛自己的行为 毕竟中国所拥有的国际地位 与国际形象 势必会让更多的国家紧跟步伐 纷纷对乙方予以请责 要求其尽快停止 再加上了军事行动 在此过程中美国自然也不能继续灌注以色列的恶行 需要表明自身的态度 并且要有自己身为大国该有的担当 不然的话可能就要与以色列一起成为重视之敌 如果以方执意不听窜的话 那就是与世界各国为敌 最终可能就要被狠狠地收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